亲友们好 我们前面学了三个练习曲 那么练了右手用的最多的两个指法 主要一个是勾 一个是挑 那么今天我想来系统的说一下 这就是右手的指法 右手的出入弦 那么与勾相对的这个指法叫T 那么中指入弦约勾 中指出弦约T 是中指的由弯到直 那么这个指法叫T 那么T的动作要领呢 是要在被T的那根弦的相邻内弦 要把中指放在那里 在T的一瞬间有一个 给它加一个力 这样一个动作 也就是把这个中指再弯一点 因为它要直出去嘛 所以我们就让它再弯一点 然后再直出去 这有点像这个拉弓射键 那么你想象一下你的中指就像一支键一样 那么它要被射出去 就是需要在这个弓弦上面加一个力 然后直出去 那么这个T它的保留值都是保留在相邻的内弦的 再演示一下 那么勾一勾T一弦 散勾T一这个指法 二二弦 那么在T出去一瞬间加一个力 就感觉往后拉 拉这个弓弦一样 然后直出去 三弦 那么在七弦的时候 没有弦可靠 就是直接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勾完了以后 手不动就非常重要 保证手不动 保证了这个手指在同样的位置 那么你踢出去的时候 就不会把这个弦miss掉 踢出去 好 这是勾T 那么勾是中指的由直到弯 T是中指的由弯到直 也就是勾是入弦 T是出弦 那么我们还学了这个 十指的 十指出弦 曰挑 那么十指入 十指 十指的入弦呢 曰抹 就是抹 由直到弯 叫抹 那么抹的时候呢 我们先练习一个 就是标准化的这种抹 当然抹和挑 勾T都有各种各样的弹法 但是我们在这里都是先介绍 最为稳妥的 而且最为基础的 最为标准化的这种抹法 那么抹我们也是把这个手指 把这个手 右手 注在这根要抹的这根弦上 我们前面说了保留指 也可以叫助弦 所以我们要 注扎在这根弦上 那么我们要抹七弦 就手 就注七弦 这时候 你的中 铭小指 是放在这个 弦上 就像勾一样 那么把这个 十指 直起来 再弯下去 触弦发声的一瞬间 其他的手指放开 这是抹 好 我们把这个抹挑 连续的做一下 都是带保留指的 带助弦的 再做一遍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做这个连续的抹挑 我们就可以用临弦保留 好 来看一下这种 临弦保留的方法 抹 挑的时候 我们保留在六弦 注六弦 这个时候 再抹 下一个抹六弦 好 住五弦 挑 挑六弦 抹五弦 住四弦 挑五弦 抹四弦 住三弦 挑四弦 抹三弦 住二弦 挑三弦 抹二弦 那么 住一弦 挑二弦 抹一弦 这个时候 就没有弦可住了 直接悬空 挑出去 这是抹挑 那么 还有很不常 我们在练习曲三 已经讲了这个 批和拖 那么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在清代以后用的比较少的一个手指 右手的手指 那么就是无名指 无名指 无名指入弦曰打 初弦曰摘 那么打摘这个执法实际上在明代初期中期的谱子里面是很普遍的 你要是看神奇秘谱 西路堂琴筒 这些里面用这种打摘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太古遗音这些谱子用打摘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那么后来基本上到清代以后就是打摘越来越少 逐渐的就被这个勾替摩挑就给代替了 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恢复它的 因为在有些时候为了这个弹琴的这个经济原则 这个手尽量的少的移动的这个原则下 用这个打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打摘呢 基本上就是很少有助弦 就是很少有保留指 这也是它的一个难点 那么打摘基本上都是弦空这种做这个动作 好 我们就是从一弦打摘一弦一直到打摘七弦 我演示一下 大家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无名指放在弦上这样打 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这个距离做这个动作 这样要容易一些 先这样练习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声音不是最好的音质 那么下一步大家可以练习 先把它放上去 一种半弯的放上去 然后再把它直起来 在直起来的过程中 注意手不要动 再弯下去 触弦发声 也就是说先找好触弦点 这是同样的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右手指法都可以凌空下指 那么但是我们一开始先要掌握好这种 最为稳妥 最为标准化的这个弹法 以后实际上很多 这种也是很多的 也是很多的 但是这种保留指建立这种概念非常重要 另外在这个打摘的时候呢 这个手指和弦的相对位置就尤其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很少有手指 因为这个时候很少有手指 其他的手指可以作为依靠来给你定位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个手指 随着这个手臂 随着这个弦的转换 要做前后的这种移动 这种前后的移动 是为了保证你的手和相对于弦的这个关系 是位于一个最为有力 最为方便的这种运指的这样一个方位 那么大的原则 还是以前说过的这个原则 想象有一个弧面 那么它跟前面平行 但是高出它一两寸 那么你的手想象着抚摸这样一个弧面 这样做出来的这种弯子的角度 就是比较正确的 谢谢大家